寫手徒心 聚焦使命 新式福音传播首屆感恩特会 于4月14日晚在洛杉矶钻石巴士举行 南加州55间华人教会和23个宣教机构的牧师 传道人和弟兄姐妹350多人出席 现场有50多位同工义工热情服饰道场的嘉宾 不少牧师远道而来 有来自北加州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 还有从圣地雅各 河滨县 北陵等地赶来的牧者们 新式董事会主席孟凡一牧师 副主席吕昂传道 分别介绍了新式团队的组织结构和同工团队 过去三年的创作经历以及今后的拍摄计划 让新式可以拍出这样的片子来 同立志根州底特律专程与会的边云波老弟兄 在会上做了诚挚感性的发言 鼓励中年青年同工献身宣教 但千万不要窃取神的荣耀 王永信牧师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式的意向和追求 作品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呼吁众教会携手同心 支持媒体宣教事工 在弯曲被拗的世代中攻占传媒大山 为主发光发声 很多牧师急息发言 关德年牧师介绍了如何在主日崇拜中使用新式的节目 骗子只有30分钟 所以很适合放完之后 还可以有牧者做有15分钟的总结 还有这个护照 我们发现福音的朋友很喜欢基督徒 更不用说受到很大的激励 张伯丽牧师介绍了在世界各地的布道会中 使用新式的节目带领很多人归向基督的感人见证 那么我们在西亚国举行1700人的大型布道会 我在那里放了声音的碰撞 那么放了声音碰撞 我只有15分钟的短假 那一天有400多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声音的救助 我们就跟新式合作 透过广播连续在感恩节和今年春节的 连续七天的音频视频播出之后 它的收视是17500多 就是第一天而已 新式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样的一波一个脚印 找到今天也得到宗教会的认同 携手同心要完成使命 牧者们的介绍不但使与会来宾加深了对传媒宣教果效的了解 更使新式的同工义工们深受激励 盛会在主爱使我们合一的热烈歌声中圆满 帮助的爱使我们合一 谢谢 漂亮 感谢观看